强化台湾防卫实力 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 台湾和美国的国防创新单位 已经建立对口 深度交流 还提出了三大目标 要把重点放在无人机的部署 而在单兵个人装置上也会进行强化 包括筹捕8万多把新式步枪 那么在管理和训练当中 也会更加的现代化 取消传统刺枪术之后 未来国军会全面推动 近战格斗训练 拳头握紧猛力出拳 重心以脚为轴 摆动腰部加强力度 国军展现立即拳法 在废除传统刺枪术之后 未来更会全面推动这般 近战格斗特训 因为其实像支援一部队 他们其实都非常强调 这个所谓的近战格斗 那这个刺枪术是其中一种 那其他可能还包括徒手的 像例如说使用清兵器啊 什么各种武器 来强化他们自己的作战 这个技巧跟能力 那这个其实都是对于 这个地面部队 这个尤其是像这个步兵啊 或者是特种部队来说 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都非常重要 这样的新观念 可见文人部长改革决心 国防部长顾力雄首度证实 台湾和美国的国防创新单位 DIU已经顺利对口 针对无人机等议题深入交流 顾部长更提出三大目标 无人机筹购 进度再加速 单兵个人装备也要升级态换 筹补八万六千一百一十四把 新式T-112战斗步枪 另外配发的抗弹板 能有效抵抗共军 五点八公里钢心弹 管理上更加人性现代化 抛去为人所诟病的 形式主义 我觉得国军是 就应该要这个思考 就是说你在无人机 在现代作战里面 尤其是台海战场 因为台海战场跟俄国战场 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要如何跟部队结合 让他能够发挥 这个很有效的战力 小型无人机在什么样的作战 可以发挥用途 大型无人机呢 可以帮国军解决 目前的什么样的困难 例如说这个少子化 人力可能越来越少的问题 因应共军不断验证攻台模式 台湾能反应的时间 势必将更加限缩 国防部长从装备 训练和制度面着手 让国军能更快速的 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记者林轩姐王伟成台北报道